嘿各位朋友你們好我是Peter 那這一部影片呢Peter很快來跟大家講一下 有關於本頻道自律神經群組的問題 Peter創的這個群組呢 主要是討論有關於自律神經如何保健的一個社團 那所以說如果說你是看拉筋啊 或者是你可能在心理方面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先暫且不要加入這個群組 因為你加入這個群組 你可能會看到大家都在討論有關於自律神經保健的問題 討論啊拉筋啊什麼就比較少一點 那如果說心靈的話你是可以加入的 因為這個群組有時候也會講到我們心靈啊意識的問題 從最近起呢我們這個社群已經改為 就是我們加入這個社群的時候需要由管理員來審核 就是我審核 你們加入的時候一定要寫清楚理由 如果說你寫的理由不清不楚 或者是沒有寫任何理由 那我可能暫且就不會讓你們通過 因為近期呢Peter發現很多廣告用的帳號 進來就是推銷產品啊推銷課程 那就會讓整個聊天室的氣氛那個品質下降 都會充斥了很多商業的內容 那如果說你真的有產品要推薦或者是什麼樣子的 你也可以先寫信來跟Peter講 Peter都會去看每一個帳號 希望大家盡量能用自己的經驗啊 自己能夠分享自己的經驗 以及分享自己對抗焦慮的方法為主 那有看到什麼課程或是什麼產品啊 你可以分享這些相關的資訊 但是Peter也看得出來 你這個帳號是不是專門一個商業用的帳號 還是你是來跟大家分享聊天的 是可以分享的 但是前提是不要影響到我們聊天室品質為主 所以說請大家記得在申請加入群組前 一定要先寫好你的內容 申請加入的目的 如果你沒有申請的話 Peter就暫時不會核准 等你們重新寫好原因 加入原因之後 Peter才會核准 再來是 Peter從這個群組開到現在 Peter一些感想 大家分享的內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每一天 因為Peter只有晚上才有時間去看這些群組 有時候 這個 早上跟中午也有一點點時間 但是 可能能看的時間不夠多 就是 抽一點抽一點這樣 我有時候會回一下 但是真正比較有空是晚上的時候 晚上我在把每個人細細的問題去看過 我覺得大家 我相信大家在這條路上 還是有 有不少努力需要做的 那真的不用急 自律神經的恢復急不得 那月急呢 對我們自律神經恢復的狀況 不願意 就像我們當下很害怕嘛 也不可能突然完全的跳脫 這種惡性循環模式 但是我們只要知道 我們只要意識到說 嗯 這個都是 成長恢復的一部分 你一定要有這些焦慮跟恐慌 而且是一定會有 因為我們的意識 就是 處在一個害怕的狀態 那 害怕的意識 要怎麼讓它修復成 不害怕的意識 怎麼讓它修復成一個 能夠 覺得 我們的身體的症狀 或者是 我們心中有很多負面的念頭 這些都不重要 那就是不斷的去 感受這些恐慌 這些發作的感覺 那才有機會 才能夠恢復 那如果說我們 一旦發作 我們就 逃離這個發作的感覺 不管我們是吃藥啊 或者是 去做很多強迫性的行為啊 那 終究 我們需要花餘生 我們剩餘 在這個地球 剩餘的時光 去跟這個恐慌症玩遊戲 那 因為我們 對於恐慌症狀 或者是 焦慮症狀的興趣太大了吧 只要它有一點風吹討論 我們就認為 那個症狀是非常重要 其實完全不重要 只是我們 很喜歡 用我們的意思去 凝聚這些症狀 那 所以說 才這樣子 不斷的惡性循環 不斷的惡性循環 直到終究 我們理解到 我們沒有必要再 對這些症狀興趣 因為這些症狀 它一定會在那裡 這些症狀是 是保護我們生命的一個機制 是神經系統的一個功能 它是非常重要的 大部分的人 如果說你們生理檢查 都健康了 那你們有這樣的感覺 有這樣的症狀 代表你們神經系統 非常的健康 你們有健康的神經系統 才有辦法排音這麼強烈 主要需要修復的部分 還是我們意識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意識在害怕 這些感覺 這些症狀 大家 真的不用急 也不用擔心 因為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恐慌焦慮 所以長期我的心臟啊 我的身體會不會有些損傷 我可以 譬如可以跟你講 大部分的情況 如果說我們是健康 我們有一個規律的生活 規律的飲食 在恐慌 家裡傷到我們之前 我們的身體就已經修復好了 根本來不及傷到我們 所以說這樣 長久的一個模式 慢慢的 不斷的 每次來的時候 不斷的去接受 不要臣服這些感覺 不要在我們的腦海當中 對抗這些感覺 對抗這些念頭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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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去 好 最後 Peter提醒大家 請大家遵守這個 治癒成癮保健團的 LINE社群的規則 不管你是已經加入了 已經在裡面的人 或者是你還沒有加入 打算要加入的朋友 好 在這裡也感謝 JUSTMI 這一次購買我的 線上課程一對一的交談服務 有需要跟Peter一對一視訊交談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在社群裡面留言 跟我預約時間 感謝收看 祝你們都早日找到內心的平靜 我們下次見